游戏怪谈之不停跳舞的人 我是专家 你听说过PS3里有一个不停跳舞的人吗 2008年 在PS3上上线了一个3D社区 叫做PS Home 玩家们可以在里面拥有自己的虚拟造型 建立房间和朋友聊天 而在日版的一个游戏房间中 玩家们发现一个名叫 Black Cube 001的玩家 一直在不停地跳舞 无论什么时候进房间 都能看到他在跳舞 一开始 玩家们以为这是游戏公司特地设置的 直到有人发现 该玩家不仅有奖杯 发好友申请还能通过 这原来是个真实的玩家 而PS Home有一个更新机制 是每周一次 所有人都会强制下线 更新完毕后 无论你的人物在哪里 都会回到自己的房间中 可这个玩家 无论更新几次 他都第一时间出现在那个游戏房中 并且不停地跳舞 有不少玩家试图给他发消息 却没有得到回复 直到有一次 他终于回复了玩家 只是回复的内容 是不停地重复 同样一句匪夷所思的话 那他究竟是谁 他不停跳舞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 一直到2015年3月 PS Home下架 这个不停跳舞的玩家 也渐渐被人们所遗忘